第2287集 你先镇定点 我没事 你要知道 维持众神之界运转的神力已经消失殆尽 我们在沉睡前又受到沉重的打击 所以我们现在神力消失也是正常的 玉长道 那小子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他不能真正的伤得了我 你放心吧 你是怎么醒过来的 众神之界遭受的劫难是巨大的 所有人与其说是沉睡了 倒不如说是死了 我以为你也不在了 我有信念的支撑 所以我现在才醒来 玉长 他欺负你了对吧 我现在还去找他 我劈了他 吴刚看着玉长身上的气息 他不由地勃然大怒 他现在要回去找到叶浩轩 把叶浩轩给死成碎片 他有苍穹之节 玉长一脸平静地看着吴刚 那又怎么样 欺负你就得死 吴刚一脸的力气 他转身抓起了自己的巨腹 就要离开 他现在能驱动苍穹之节 哪怕是只能发出万分之一的力量 以我们现在的状态 都是扛不住的 玉长一把拦住了吴刚 你刚才见过他了 你要再见他 会没命的 就算是没命又能怎样 我本不该生在这天地间的 如果不是你 广寒宫中我根本不可能熬得过那些岁月 没有人能欺负你 哪怕是灭了我的神格 让我的命彻底地消失 我也要让他付出代价 你这又是何必呢 玉长叹了一口气 他指使着吴刚 为了我 值得吗 值得 吴刚毫无犹豫地回答 哪怕是 活出去了我的这条命 也值得 睁睁地看着吴刚 玉长的眼泪突然滑落下来 多少年了 他不知道多少年没有落过泪了 自从知道自己 要在广寒宫中 勇士的苦忌 自从知道后裔 明明每个月圆之夜盯着自己看 却没有打算出手的意思 他的心边已经死了 多少年了 他从来没有因为感动而流泪 更不会为了任何人而流泪 因为他觉得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值得自己 再为他流泪 其实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吴刚 即使是在广寒宫中 他为他所做的一切 也是假的 他只是觉得 他要利用上 任何可以利用的人 为自己铺路 他的付出也没有白费 两人离开广寒宫之后 在众神之界中 吴刚一直护着他 为他而不惜得罪上神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无意间的举动 居然能换得吴刚 用生命担得起的回报 吴刚 其实 一直以来我都在利用你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玉长咬牙切齿地说 他不愿意再骗他了 因为他看得出来 他现在的神力十分的微弱 已经经不起在折腾了 哪怕是说出真相以后 他恨自己 也顾不上了 他这些年为自己 所付出的一切 已经够了 吴刚默默地看着玉长 凉酒 他突然笑道 其实我知道 你在利用我 你都知道 玉长猛地抬头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吴刚 原来 他都知道 一直以来 他都在自作聪明 他一直在利用他 可是他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这么默默地 为自己付出呢 对 我都知道 我也知道你这么做 是因为心灰意冷 你要往上爬 你要借助身边的一切力量 爬到一个至高的位置 一个 再也没人能欺负你的位置 你要高高在上地 服侍所有人 让所有人都仰望你 吴刚淡淡地笑道 那你为什么甘心被我利用 为了我 你在众神之界得罪那么多人 还险些被流放到虚无之地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 你是这千万年来 唯一和我说话的人 所以为了你 我可以付出一切 可以不要命 可以不要神格 甚至是被流放到虚无之地 也无所谓 只要你安然无恙就好 玉长看着吴刚 他内心深处 一处柔软 在这瞬间被触动 他神神地吸了一口气 那就听我的 现在 不要去找叶浩轩 留在这儿 和我一起恢复神力 只要我们恢复一点神力 哪怕是万分之一 也不会将他放到眼里 可是你受了他的欺负 这件事情 怎么能就这么算了 我见过他 那小子是有苍穹之节 但是我不相信 他能无限量地 驱动苍穹之节 我现在就去找他去 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吴刚辰声道 听着 即使是有了限制 我们也不能冒这个险 我们是从众神之界苏醒的 跟从死人堆里 爬出来的没有区别 玉长盯着吴刚 我现在 不允许你再冒一点点危险 吴刚微微地一愣 因为他发现 玉长跟他说话的方式 跟以前不一样了 他的这句话 不让他冒一点血 是发自内心说的 其实一直以来 他都没有太大的奢望 他只要求自己 能陪在他的身边 默默地为他付出 就足够了 为了他 他可以做一切 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坚持 最终换得了 玉长的感动 你是这天地之间 唯一在乎我的人 所以 我不许你再为我冒一点危险 玉长缓缓地 拉起了吴刚的手 既然我们都苏醒了 既然我们来到了这个已经在变化的世界 那我相信 这一切是上天安排好的 所以 以后我们两个在一起 永远都不分开 看着两人握在一起的手 一边的玉儿 身色有些复杂 他觉得现在的玉长 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 以前的玉长 是从来不会在乎别人的生死的 更别说 在乎别人的感受 尤其是吴刚 作为他的仆人 玉儿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对吴刚是怎么样的 他一直以来都是在利用吴刚 逛寒宫中 他对吴刚的关怀 其实都是假的 可是现在呢 玉儿感受得到 他对吴刚是用了真心的 玉儿不由得有些感叹 现在的这个时代 真的是与以前不一样了 就连这个对后裔死心以后 一心一意往上爬的玉长 与以前也不一样了 南宫延最近几天的日子 不是太好过 因为在这短短的几天之内 他在金岭的数个势力 被连根拔起 而做这些事情的不是别人 正是南宫廷 真武家族想在这个新世界生存下去 其实他们离不开一些 财团的支持 对于真武家族来说 这些事情轻而易举 他们稍微地显露一下神通 这个世界上的财团 就会毫不犹豫地扑上来 他们会奉献出自己的财力 甚至是全部的身家 因为对于这些有钱人来说 金钱方面的需求已经不大 他们需要更深层次的东西 比如权力 后台 甚至是生命 而真武家族恰好 又能为他们提供这些东西 所以南宫家族限时以后 金陵大部分土豪都毫不犹豫地 投到了南宫家族 虽然南宫延父子夺权以后 将这些财团尽收麾下 但是现在南宫延 就是对准昔日的那些土豪 一个一个地打过去的 打到他们蛰伏为止 废物 都是废物 听着南宫延又收了多少人 南宫延终于忍不住发火了 他南宫延是个被封了神员的人 你们连这么一个废物都对付不了吗 可是 可是他看起来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而且实力比起以前更强 有人小声说 更何况 他身后还跟着叶浩轩 我们已经派出家族里的高手 去阻止他们了 但 但是没有成功啊 我们这边的高手反而折损了数人 叶浩轩 提起这个名字 南宫延真的是 恨得是咬牙切齿的 因为他在叶浩轩的跟前 栽了一个极大的跟头 而且这个跟头栽的还不小 不得不说 他现在视叶浩轩为自己的生亭大帝 他在想尽办法要除掉叶浩轩 因为他的实力有限 而且就连玉长在叶浩轩的手底下 都吃了个大亏 这让他不得不对叶浩轩警惕起来 虽然他认为 玉长的轻敌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他省心谨慎 在弄清楚一些事情之前 他是绝对不会主动挑衅叶浩轩的 这也是他的优点 别人都比不上的优点 少主 叶浩轩派人送来消息了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匆匆地赶了过来 什么消息 南宫颜猛地转过身 他约您今天晚上在临江阁见面 说是有事情要跟你谈 告诉他 我晚上会去见他 南宫颜冷笑了一声 他要去看看叶浩轩到底想干什么 虽然独自去见叶浩轩的风险比较大 但是他相信 以叶浩轩这么一个骄傲的人 他是不屑于 施那些阴谋诡计的 临江阁 这是一处十分优雅的地方 临江而建 房古建筑 高有八层 最高的一层可以俯瞰 整个江南 叶浩轩已经在处雅作中等了 你见南宫颜到底是为了什么 南宫颜有些不解 谈谈他的口风 因为我觉得 南宫家族真正的高手 还是没有派出来 过几天你去砸他场子 虽然他也有人来抵抗 但是抵抗力量明显不足 每人比我更了解南宫家族 家族里面的高手就那么几个 其他的 基本上都是闭关的长老了 南宫颜若有所思地说 也许 他们是没有把我们当成回事 南宫颜 把你关到秘境之中 现在你从里面逃出来 不但逃出来 我还接伤了玉长 你觉得南宫家的人 对这件事情 一点也不知情吗 他们不可能不知情 但是南宫颜 向来赐福 他觉得这些事情 是他的控制范围之内 所以他并不惊慌 他觉得 他能处理得了这件事情 他吃过亏 知道我不是他能对付得了的 我觉得 他嚣张不到那个地步的 那就 探探他的口风吧 看看他们南宫家族 对于这件事情 是怎么看待的 最好弄清楚 南宫颜到底想干什么 嗯 好 他已经来了 就在楼下 我先回避一下吧 南宫颜站起来 不与起见见吗 叶浩玄有些压人的问 不了 我怕见到他 忍不住会杀了他 我说了 下次见到他 一定会杀了他的 南宫颜摇摇头 好吧 我现在也劝不了你 因为这种深仇大恨 见了面确实会忍不住 但是你要相信我 现在还不是杀他的时候 我知道 所以我现在选择回避 就是怕自己忍不住会杀了他 南宫颜说完离开了这里 南宫颜刚离开这里 南宫颜便来了 他是只身一个人来的 南宫颜来了 请坐 叶浩玄一脸的笑意 他细血地看着南宫颜 南宫颜咬咬牙 说真的 他对叶浩玄还是心有忌讳的 毕竟上一次在家族秘境中 跟叶浩玄见过 上一次 他本来是计划好的 要把叶浩玄给拿下的 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那一次险些死在叶浩玄的手里 不过他相信叶浩玄 要真的想找他的麻烦 绝对不会诱骗他过来 然后杀了他的 他信得过叶浩玄的为人 当下南宫颜点面头 坐到了叶浩玄的对面 南宫兄果然是一高人胆大呀 你还真的敢一个人来这里 叶浩玄笑呵呵地为他倒了一杯茶 叶浩玄 你 你想干什么 南宫颜的心里咯噔一下 说真的 虽然他相信叶浩玄不会乱来 但他还是有些惧怕的 毕竟他现在和叶浩玄之间是敌对状态 他可不想自己就这样 死在叶浩玄的手里